蔡绍芬曾遭记忆者逼问 是否刘鸾雄跺过三次胎 张静霸气护其替他回应 被夸是真男人 有一次 媒体记者当着张静的面问蔡绍芬 据说你当年被刘鸾雄包养了六年 分手拿了1.6亿港币的分手费 请问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蔡绍芬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脸色十分尴尬 她发现张静没有什么表情后 急忙回应道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记者似乎还不死心地继续问道 那你真的为刘鸾雄度过三次胎吗 然而这个问题终于点燃了张静的怒火 她当场冲着记者怒吼 还直言不想回答 记者听到张静的质责才幸幸离开 当年蔡绍芬和张静在拍摄水流洞天的时候 阴系生情 在所有人看不好的情况下低调结婚 蔡绍芬并不想在结婚后为她生下三个孩子 如今他们一家五口 十分幸福地圆满 可身边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出现 仍然有不少网友对于蔡绍芬和刘鸾雄的绯闻 十分好奇 蔡绍芬从小生活在地狱般的家庭中 由于她的父母涉嫩成庆 父亲终于受不了而选择离婚 甚至连年幼的蔡绍芬也成为了母亲压榨的工具 在母亲的逼迫下 蔡绍芬参加了香港小姐比赛 没想到阴差阳错下她竟然得夺了季军 而凭借着这次机会 蔡绍芬也成功踏进了娱乐圈 可尽管蔡绍芬在香港娱乐圈迅速走红 就算再怎么拼命接戏赚钱 都填不上母亲日益增加的债务窟窿 于是当时香港有一位大佬级别的人物刘兰雄 在她最为风光的时候 曾将四位港姐同时纳入自己麾下 当然其中也包括蔡绍芬 刘兰雄曾说 如果蔡绍芬愿意成为她的女人 她就能帮助她解决母亲的债务 最终蔡绍芬还是向现实妥协了 但是也是这个决定 让她成为了六年的工具人 自从知道女儿帮上刘兰雄这个大款后 蔡绍芬的母亲愈发恢复无度了 据有关媒体报道 在这六年的时间里 蔡绍芬母亲至少赌输了六千万港币 然而她不知道 这是女儿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来换来的 最终蔡绍芬也无法再承受 母亲的种种行为而与其断绝关系 而后向刘兰雄提出分手请求 刘兰雄也尊重了蔡绍芬的决定 同意放她走 据说刘兰雄最后给她留了一套豪宅 以及一些现金和众多的名贵礼品 那些物品的总价值高达1.6亿的港币 对此有网友说 刘兰雄也算的是有情有义的一个人 她和蔡绍芬在一起那些年 虽然也有利用的成分在 但起码她对于蔡绍芬的承诺是说到做到 也有网友说 如今蔡绍芬嫁给张静也算是幸福 又何必揪着她的过去不放呢 之前的事情无论是真是假 都是蔡绍芬被母亲逼得走投无路 那么各位观众又是如何看待 蔡绍芬和刘兰雄之间的关系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